Ada你好 如果你问的是房地产的销售税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印花税 或者是Document Stamp的话 这个是没有区别的 它只跟房子的售价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问的是个人所得税的话 这个就相对复杂一些了 它主要是看你这个房子是什么用途 是否可以享受Homestand Capital Gain Exemption 那么如果不能享受是投资房的话 同时要看一下夫妻双方是怎么样报税的 那么同时这个绿卡持有者的Home Country 和美国之间有没有Tax Trading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 跟税收有关的问题 我建议你和你的CPA确实落实一下 你的具体情况应该怎么样处理 那么同时告诉你一下 就是在佛州我们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你只需要落实你的联邦个人所得税 怎么样安排就可以了 嗨 Art你好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知道呢 迪士尼是预计在明年2022年底 完成整个2000名员工的搬迁任务 但是迪士尼和Leknona开发商Tavistock Group 目前都没有正式官宣迪士尼的最终选址 是选在了什么地方 但是Tavistock Group最近已经宣布 在这个月它会开始修建一栋 28万平方尺八层高的一套办公楼 那么这套办公楼预计在明年11月竣工 有小道消息说迪士尼有可能就会暂时租用这一套办公楼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这套办公楼的位置是在13410 Veterans Way 那么虽然这些都是小道消息 目前还没有官宣 我们都不知道迪士尼最终的选址选在哪里 但是毫无疑问 它对Leknona整个房地厂是一个火上浇油的作用 如果我们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有其他相关于奥兰多房地产的问题 可以在下周一的时候到我们的Community Post 去直接提问 我会争取帮大家在周五一起答复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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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